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新春之後,那群騙子又再陸續出爐了 除了有我說要教人投資外 還有說到黃師傅,即是黃偉傑 沈大師,沈俊瑩 還有郭師傅,郭大俠,陸叔,Bengar 全部都說會教人投資 所以這些大家都這樣說 這些全部都是,以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錯的 都是騙徒假冒 因為都是同一些在網站出來 在這裡再謹慎地提醒大家 遇到這些事情時就不要上當了 等於是我這麼茫茫的就脫掉了 還去教人投資 發夢 所以這點希望大家 就不要記得 要有一件事,小心 網上騙子要留心 網上騙子要認清,否則好意一曝清 如有疑問,請打182222 好 今天,市是先升 後悔了少許 一般都是金屬類升得很多 中華企業煤坦等 那些資訊波企業煤坦等 就拖了下來 最主要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很簡單 現在就先用這些來投資 這裡就變成沒有了 而當然,一定要托著一些大型的指數股 使得到的市場做得很好看 在這點裡面 在周線圖裡面 恒生指數的期貨 記住,看一看,留心 它是第二個星期 今天是這個星期的第一天 當然不知道怎樣 它已經收起保利加通道的 就是這個上族的下方 在這點,如果它繼續一路上去是好的 之後它也可以是回落來這點 所以我經常說 最近這個星浪是有一點點戒心 日線圖上面看得很清楚 穿了,落回來,再穿,再落回來 帶不到上去 這些呢,也都是通常一個比較上面 是啟示之後是需要有些調整的情況 是調整的 是不是已經升完、玩完 還未知道 升完、玩完的話 第一件事你破了這個中軸 然後下來試這個下軸 算是可以 記住,這裡出現了一個輕微的渣頸 然後擴張 輕微的渣頸 渣頸好像這裡一樣擴張 擴張不遂呢 自然就會這裡成為一個雙頂 這個要留心的 有朋友問尾圖怎麼樣 很簡單 尾圖在周線圖上面 來到這裡握完頸之後 突然爆了上去 就需要去考慮清楚 它開始是似乎 是會有想是回調回來的現象 日線圖上面清楚了 之後開始 這裡看到一支陰燭 這裡看到兩支陰燭 這裡突然彈上去 彈不穿 然後可能就需要再回下來 既然是回下來的話 記住 此事會在哪裡 當然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繼續上去 上去的話可以 升穿給我看 我就會跟 所以我看到 現在是四個一號八 升穿了就跟 升不穿的就走 好 中糧家街坑 最近是很凌厲 這些是農業相關股 這是一個月線圖 如果你看到的話 這裡是兩個頂 所以這裡是三頂葉破 三頂葉破上面 按照量度 目標是6.7 然後是6.1 如果你有貨的 就繼續持有 而不是就被觀望一下 當然 你也可以搏 搏的 搏是怎樣呢 搏它由6.1 搏到6.7 這個只是量度升風 今天呢 升得是比較厲害的 這個也是 一握頸 升穿 你跟著去追 這個周線圖 一線圖上面 握頸 升穿 又可以追 不過現在你看到 去到這裡 似乎它是不可以再上破 那個 還是保持著 無力加通道的上軸 那裡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 它好像 未必一定跟得到上去 若然是這樣的話 它就會開始 就會回落 有朋友問 復星 醫藥 一看 他的樣子 不太好 這幾日資金 都是流出的 是嗎 紅色的 全部倒進去 在這一點裡面 你看到 在周線圖上面 亦是上了去 落回來 上了去 落回來 一線圖上面 那就慘了 你看到 我朋友也都問 他之前這些 跟了上去之後 他不再 蹦蹦蹦蹦地上去 不再蹦蹦蹦地上去 那就是好人 一旦到保利加通道 是這樣的 你就需要考慮 要離開 因為 它已經是落回來 保利加通道的下軸 即是上軸的下方 現在正在試 這個是中軸 中軸如果是跌穿了 自然它就會落回來 這個下軸這個位置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是有課的 需要考慮 是不是要現在出課 他 他說他跟藥苗有關 是 是跟藥苗有關 不過消息 是不是應該已經消化了 還有記住 有一件事 阿爺說明 藥苗不是要來炒的 要來救人治病 所以你不要買這麼貴 太平洋行運 最近五天的資金流向 都是相對是健康的 就是有資金流入 這個我們看看月線圖 月線圖的話 我們看到 似乎是在做一個箱底 如果有人跌穿這個位置 就可以上望這裡 因此它現在建1.83 我覺得 建1.85才進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1.85才進入 你就可以開始考慮一下 因為它可能會挑戰這個位置 挑戰這個位置 完了之後 就可能可以去到大約3元 而去到更加上多些 這個是周線圖上面 是這樣 它第一次升穿 接著這裡 今天是第一天 上個星期升穿了 今個星期 我們看它還可不可以上去 上去應該不太多 因為已經升了這麼多 所以我們看到 它再上多些 然後才會很吸納 這個日線圖六個月 日線圖兩個月 有朋友問中國重器 怎麼樣 中國重器一看 你也知道 最近資金追捧它 不是太多 周線圖上面 你也看到 蹦蹦蹦蹦蹦 完之後 然後下來 然後 再升上保利亞通道 是上 充足的下方 基本上貼近這裡 這個上通道那裡 是27.3 現在它是26.9 所以就應該 跌了一些下來 日線圖上面 你看得清楚 它開始是會試 這個是中軸 雖然中軸之後 會彈上去 所以 似乎 不夠力水 應該可能還會再下 多些 看得知道 2厘 你現在和現在 中軸和6厘的對比 那你買哪一隻 今天推介的是 海螺水泥 為什麼會以這個推介 這個很簡單 這個 就好像中秋節 你吃月餅 每年三月左右 你應該要考慮水泥股 是不單止這一隻 是很多隻 水泥股 或者建材股 為什麼 因為以往都是 春節完了之後 人們回來就開工 開工 就需要用多些水泥 今年的時期之中 因為是就地過年 因此 城市上面開工的時間 是早一些 不用等班人回來 才上班 第二樣 過了春節之後 過了清明等等 雨季 特別稍後 下果雨季 就比較 施工 是好的日子 天理好的日子 是多些 因此用水泥 是會多些少的 那你是不是到別人 是 蓋 開始 蓋房子 你才去買水泥股 當然不是 人家蓋房子 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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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有個計劃 他計劃時 應該怎樣做 若是 他要訂會 他要做事 可能要一個月之前 或者兩個月之前 已經計劃好了 需你買那麼多水泥 凡你是開工 便會做 你說 現在很多基建 有些人說 現在不只可以命 akaouca 不去能心灶 あれ 現在我們盈點 網站 建一些其他等等,是電子的東西 對的,是的 但是,是否甚麼都不建?水泥那裏 不是的 所以你找得到去年12月 你可能一包都沒有賣得出 就是這麼巨例 以往3月你賣出10包 今年賣出5包 5包比一包都賣不出 多過多一點 如果它突然爆了一個驚喜給你 它說我賣出7包半 那你怎樣呢?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就好像是到了中秋節 就看看是否需要先訂定月餅 這是很簡單的 同一聖誕中買回風是同一道理 初春開工買水泥 可以記住這件事了 水泥在周線一年上這裏 似乎是上,有些是想突破的 因為已經是這些頂位 如果能夠突破這些頂位 它就可以上面看這些更加高的位 這個是日線的 可以看到 突破了 保利亞通道是上軸 然後再看這些位置 再突破了 突破這些之後 將會怎樣呢? 很簡單 梁樂雪的升幅 就由這裏到這裏 加回到這裏 這裏大約是50多 這裏只是50多 突破完之後就60多了 現在你先不要理會這麽多 說那麽多 說那麽多 內幾無謂 就好像議員那時說 這個中原動去到多少都很無謂 先突破48元 那時說 突破完48元就有了想 之後的事就已經完結了 OK了 好了 這個是兩個月日線圖 更加精進給大家看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先看著53元 53元 再跟著上去55元 站到53元 55元的話 上面的幅度就將會是53元 這裏是44元 加上10雞屎 於是53元上面加了10元 那就63元 基本上這個是梁樂升幅 可以去看的東西 對啦 以前推介的股票 日時會生減一點 不用去到那麽多 不要害到大家 這就是10天之前 答過觀眾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些股票想問 可以先參考一下 看看這個價格是怎樣 當然時間轉變了 他們會有些變化 未必可以那麽及時 不過暫時可以作為參考一下的基準 那麽多謝大家 我們來 realized 我們下次отри 鼓勵 аш 我們 ong